這個一張超市場 哈囉 現場的朋友大家玩 歡迎大家來到開多動漫界FM37的活動舞台區 接下來呢 在我們的活動舞台呢 馬上要來登場的會是一段 從來我們沒有在同仁之伴奏會的現場會看過的一段表演喔 那我先跟大家來大概講一下接下來這舞台 這一段我們要來聊什麼 我們要來聊一聊動漫改編舞台劇 或傳統戲曲的這樣子一種呈現方式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形式 那大家知道呢 在日本大概從2017-2018年左右 開始非常火紅的一種文化理論叫做2.5次元 2.5次元其實是動漫化改變成舞台上的舞台劇或音樂劇 這在日本非常火紅 那很多人就問說在台灣有沒有一個類似的經驗 或台灣有沒有可能也會有2.5次元呢 那我可以很高興告訴大家我們台灣的確有 那當然很有我們台灣的一種風味 或者是很有我們台灣的一種方式 跟日本呢 有那麼一點一樣 卻有那麼一點的不大一樣 所以我們等會在舞台上面呢 我們就要邀請到我們的開拓劇場我們的製作人 以及呢另外一位呢 他是我們台灣非常知名的漫畫家偉宗誠老師 兩位呢我們會先上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這個別有兩部的作品 這兩部的作品呢都是台灣的漫畫作品 然後他們改編成為的舞台劇 已經有演的跟即將要演的 他們還怎麼樣去做 那等會呢簡單的分享的宣傳了之後 我們會迎來今天的舞台的一個重頭戲 就是我們的明華園戲劇總團 今天出眾了非常大的陣仗 然後把他們原本應該要在這個台中歌劇院裡面的表演 我們就搬到現場 我們透過這個舞台台上跟台下前面這個空間 我們現場演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就可以很確切的了解到說 台灣的2.5次元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這個是我們接下來在這個舞台上面呢 即將要帶來的一段演出 我們後來探討這樣子的議題 也歡迎現場的朋友如果你們聽到舞台區這邊在宣傳的這樣的一個聲音 你有攜帶照相機啦 或者是錄影機 戴Gorpro 或者是任何的紀錄的畫面 我們非常歡迎大家可以記錄一下這個很難得的畫面 我們終於居然在一個同志飯桌會的現場看明華園的演出 其實對我們主持人來說我都覺得很驚訝 我居然要介紹明華園戲劇總團登台 然後他們是在演出漫畫的一個作動 但我覺得這就是熱愛動漫文化 熱愛這個相關文化最有趣的一個地方 文化總是可以互相交流 而且雞當初不一樣的一個火花 所以燈火爾這一段 我們是可以開放給大家拍照 錄影跟錄音的是OK的 當然也希望大家 再回去如果你要上網路上的話 也幫我們也宣傳一下 我們也宣傳一下他們到底是演什麼 想要讓大家知道到底演什麼 所以我們的過期一重轉 這個今天不會有演出 可是也是在3月我們馬上要登場的一個作品 那明華園他們演藝的名戰錄 也剛好是在3月的時候會在台中演出 之前在台北的時候他們已經演出過一次了 從遺失搬到台中去演出 希望大家多多的宣傳 那我們呢前面講了這麼多呢 我們來講說真的不夠確切 我們等一下就直接請專家來講 所以接下來呢我就要歡迎兩位貴賓一同來陪我們聊一聊 大家剛剛講到這些 首先呢第一位呢讓我歡迎的是我們的開拓劇場的製作人 同時他就製作了《陰間條例》《名戰錄》 以及《過期英雄傳》的製作人 曾榮沛曾製作人歡迎他登場 接著呢讓我們來歡迎的呢 是在圈內非常有漫畫家 暴畫來開始出現的演員這個身份 當然解釋《名戰錄》這部作品 最主要的韋仲晨老師 老師我現在真的變演員了 我現在用演員的身份來介紹 跟大家來打個招呼吧 在這邊幹什麼 不是在樓下漫師嗎 攤位在那邊對不對 不是吧我今天是這裡 OK 我們想來聊聊 因為剛好呢其實兩位登台之後 兩位呢背後呢也都有剛好這次你們的作品 然後你們所負責的這個作品 改編成為的一個現場跟劇場的方式演出 能不能跟我們來分享一下是哪些作品 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聽到的 其實我覺得今天上台來呢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老師在這一次也是 就是《名戰錄》這個部分 那我們其實呢 老師在2019年的時候 被我們拐來 在《陰間條例》跟《名戰錄》 那個合併的一個作品 在《雪原劇場》演出的那個作品裡面呢 他都被關上台當客串演員 那我沒有想到他自己 這一次會在《名戰錄》的自己就 那四場的演出嗎 他有他自己上去演的 都不斷的自己在家裡吃 我啊 我啊 我上台的時候 我老大於是一片《鳳凰》 我來看一下都覺得 欸 怎麼有這一段 所以我們給他來鼓勵一下 他現在一定要 他是被那個漫畫家 漫畫家耽誤的演員 我還是要畫漫畫 對不對 大家在問我說 第十三集什麼時候要出 他都去演戲了 他都去演戲了 那還有 還有點 欸 其實我們 十月底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興趣 還想看到忠誠老師演變態的話 十月底 我們《陰間條例》 《名戰錄》 會加演 大家很期待我們的部分這樣子 那還要點香蕉嗎 嗯 交流嗎 對對對 應該有 好 那我這邊介紹一下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 我們其實在做舞台劇 那我們實際上這個舞台劇 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其實有漫畫 所以《陰間條例》《名戰錄》呢 在這一次我們在十月 請薩拉迪老師 根據我們劇場版的部分 重新又做了一本新的 舞台劇的漫畫 把它重新漫畫畫 那《郭清英雄傳》呢 他其實在2017年的時候 他是以比較布袋戲武俠 作為他的基底 然後他其實在講的是 如果你有看過漫畫 你有興趣上去看一下漫畫 其實他講的是 你熟悉的布袋戲的一個 那個 工作生態 那這一部戲在三月底的 三月二十六到二十八呢 這兩本呢 這兩本都只有在舞台劇的會場 跟開拓動漫畫 我們在重新製作這一檔戲 其實他非常的精彩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三月二十六到二十八 在戲曲中心的小表演廳 我們會有演出 那目前這個書呢 在我們的那個開拓動漫的 那個企業他們有販售 那這兩本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 這一本呢 這兩本都只有在舞台劇的會場 跟開拓系列的活動才會出現 為什麼呢 這一個呢 裡面有SS的那個戰鬥卡 然後這個裡面呢 有 呃 劇照 如果你有看過我們的戲 其實這一本它很特別 它是收藏版 所以如果有興趣呢 歡迎大家到我們開拓通販的那個攤位 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另外介紹一本 這一本呢 也是老師這次的 新書 您介紹一下 其實我被教訓演新書這個角色 有發射是非常討厭的 因為我們的形象跟新書是合不起來的 那 那個時候他們只要去演新書 那演完這一整場戲之後 我就覺得其實 我們這種傳統的 其實是他們在 現在疫情的衝擊之下 他們是非常辛苦的 他們有 平常他們如果 也是要很早就出門 然後到處去演戲 那我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他們 進行合作 然後參加參加 所以才會把這一次的 所有的合作的 這些年齡 把他畫成 這一點辦法 那也是在來副院的 攤位上面也有在辦售 那 這一次呢 我們的名戰錄 因為在台北 其實加演 為什麼要加演呢 因為其實 在台北廠其實已經賣到沒有票了 其實第三天的時候大家想要買票已經買不進了 所以就有加演的聲音出現 所以呢 決定在3月20號到3月21號 會在台中 台中歌劇院進行演出 那等一下我們還是會拿這個到下面 如果你們有興趣購票的話 可以掃這個QR Code 可以直接 進來順便 老師我們現在讓他們下去繞一圈 好 來兩位直接下去 順著這個場內繞一圈 然後再回到舞台上 我這邊呢 我們的票呢 也特別在我們的那個 會場裡面有限定 就是我們在企業攤的地方呢 你可以登記9折票 也只有在這次現場 我們其實是不擋著的 因為我們其實 做製作系 這場戲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如果願意 大家願意 實際上 漫畫跟劇場 這兩個東西 合併在一起 然後 我真的強烈推薦 大家可以來去看看漫畫 看完漫畫 也許你就會對於 這個戲到底要怎麼做 你會感到非常的有 感到非常的好奇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請歡迎大家去看看我們 過境手段的故事喔 好 那我們已經讓我們的海報下去繞了 我們就拿到劇場下面慢慢繞 那在接下來這段時間 我們就要迎來 我們這個舞台上面的重頭戲了 好 所以我們要先謝謝製作人 跟重頭老師 謝謝 掌聲謝謝兩位